韩国亚洲日报9月20日文章 原题中国咖啡消费飙升含起突围 需瞄准高端市场布局 中国已悠久的茶文化文明 如今正逐渐转型为咖啡之国 不仅咖啡消费量增加 咖啡店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市场更呈现出从速溶咖啡 将精品咖啡转变的趋势 独特的风味和健康属性 使咖啡高端化的趋势愈发显著 业内分析认为 想要进入中国咖啡市场的韩国企业 必须聚焦高端化与差异化战略 才能在激烈竞争中立足 根据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 最近发布的增长中的中国咖啡市场 与变化的消费者口味报告 咖啡在中国也不再仅仅是嗜好品 而是牢固地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2024年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显示 中国人均年咖啡消费量 已从2016年的酒杯增加到去年的16.74杯 与此同时 咖啡店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目前中国约有13.28万家咖啡店 两年内增加了3万余家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欧赘国际的数据 2023年中国咖啡市场规模 已达149.22亿元人民币 伴随咖啡消费的增长 消费者的口味也在变化 传统的意识浓缩咖啡和拿铁 不再是唯一选择 添加水果 坚果和调味料等元素的创意咖啡 正逐渐在年轻人中流行 对此中国的咖啡制造商 纷纷推出迎合基时代 个性化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如椰子味拿铁 西瓜味现磨咖啡 加入肉桂香料的美式咖啡等 即电式速溶咖啡 制造商也通过提升咖啡豆品质 采用冻干技术 超细研磨技术 以及保留香味等方式 推出高端速溶产品 吸引当地消费者的关注 同时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 功能性咖啡也逐渐受到关注 预计含有灵芝 枸杞等成分的功能性咖啡 具有广阔的市场增长潜力 相关负责人建议 韩国的咖啡企业 要想进入中国市场并取得成功 必须专注于高端化和差异化战略 同时企业应结合最新的 咖啡消费趋势开发产品 树立高端品牌形象 并制定利用社交媒体的营销策略 从多个方面发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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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